好 都起來 設計始終來自人性 高雄市政府這斜坡 原本是想讓機車騎士好停放 但使用下來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像這輛機車雖然只有100cc 但是因為多了這個坡度 想要拉上去真的非常吃力 會很累啊 因為這有點斜 它有多一個那個接聽 所以你就會卡住這樣子 在機車停放需求相當大的 建國三星賣場 高雄市政府養工處 把這兩排的機車格 全部都加了大約有30度的斜坡 而前頭還有10公分高的水泥路檔 前方還畫了個停車格 讓機車騎士進退兩難 要牽車得費好大的力氣 連附近的店家都看不下去 自動來幫忙 騎出去有時候又有車子擋到 所以進退兩難 我們就主動去幫忙 把它牽上來這樣子 原先的設計是從人型到那邊 進出嘛 對啊 有些坡度會比較高 不過這部分我們已經有陸陸續的 就個案來做一個填堂 設計這樣的機車停車格 迫使機車騎士得從人型到進出 從現場亂象來看 可以看到很多騎士 乾脆用騎的比較方便 但機車騎士騎上紅磚道 一斤舉發就要開罰600塊以上 這帳要算在誰的身上 設計不良不止這一樁 像這路邊停車格有三分之二 都被樹根盤踞 想停車就得壓在樹根上 看看這部自小科車 乾脆停在格子外頭 試問這樣還能收停車費嗎 而記者一路問到市政府 回覆是造個案會個別改善 但速度要多久 民眾才能有停放車輛的空間 記者林振燕 陳怡寅 高雄報導